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焦点视频梁善行 玄机解码的时间迎光幕 见到梁善行师傅 你好 大家好 师傅 今集我们继续讲手相论命 之前提及到生命线 感情线 婚姻线 当然今集我们就要讲一下健康 因为良好的感情或者婚姻关系 都一定要有良好的健康才可以维持到 所以如果有很多大病 甚至乎生命有关口 要面对一些死亡的事件 当然讲什么其他都没用 所以今集想请教健康 健康线 我知道大家在图上都会看到 例如在食指上有一条线 可以叉上来的 几几几几不同的情况 可能有些开叉 有些起折 甚至有些断开 想请教师傅 怎样为之好 怎样为之不好 看着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立即订阅我们 焦点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一个知识中艺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未来的影片和视频 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给大家 新一年我们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 健康人人都很重要 有健康才有事业 有健康才有婚姻 健康线这条线不是个个有 因为有些人健康出了问题 他才会多了一条健康线 如果身体一向健全 他没有需要健康线来反映他的状况 所以你见到有条健康线 你觉得是好现象 还是不好现象 都很难说 如果有健康线 你有病都容易治得好 如果你有病而没有健康线 你很容易一病就污呼 那有没有生病 有没有病就看那个生命线 生命线旅途出现了倒影分叉 或者截断 都是在健康上出问题 生死出问题 倘若又多了一条健康线 或者可以给你大步纜过都没顶 所以有了健康线的人 是值得恭喜 还是不值得恭喜 这个健行健慈 那现在讲健康线 健康线呢 它是附在生命线旁边 多了一条线 那条线看起来 好像是成功线的 但成功线呢 是直向中指那里上的 而健康线呢 就要向了无名指那里上的 所以那条是健康线 健康线呢 要视乎是起点了 那起点呢 就是由掌环那里一路上 它辅助了你的生命线 那如果生命线 在哪段时间截断 或者起倒影 那附近呢 出现了健康线呢 可以帮你过了关 这个对你是好的 但也都要看一下 健康线本身自己健不健康的 如何保理呢 健康线本身都可以弯弯弯弯弯 又可以开叉又可以起倒影 当然不健康 所以种种形式可以产生的 每个人生命旅途是一百多十年 这一百多十年当中 你会有什么遭遇呢 突然间出现分叉啊 倒影啊都会有之 但健康线呢 不是突然间出现的 如果你一早已经有健康线 你觉得生命线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留意健康线附在哪里 就是生命线那附近呢出问题 你现在生命线没有问题 因为你未到那个年龄 到那样的那个年龄之后呢 那个生命线可能突然间截断 或者出了倒影 那你就知道那个健康线 为什么出现在那里 所以健康线你自己观察一下 都记住男左女右的 这样你会查得清楚了 那你会说我生命线又健康 健康线又健康 是不是好事 那可以是好事的 因为你生命线未出事 那如果生命线又健康 是不是不需要健康线呢 是可以不需要健康线 不过人生流流长 你很难确保在将来 会否有事 有条健康线都是保障到的 嗯 OK 那如果有一些人 他那个健康线呢 有不同的情况 例如简单说 断了 断了是不是一定不好 凡是所有线状 断都是不好 凡是所有线状 里面突然间起了粒粒 就是黑色的粒 都可以 涨都会有的 都是不要卡住的 突然间起了那些狠 黄纹 都是不要 即使不截断 都不要 如果健康线 出了这些东西 你就有病变的了 嗯 这些病变是哪里起变呢 这个比较复杂 一事难尽 总言之 健康线你是有的 突然间出现问题 你要留意 那个问题 在哪里出现病变 这个就是这样 你要请教 专业的掌上师 他会告诉你 你哪个器官容易有事的 哦 这样的 如果我这样理解 是不是掌上 再困着百字 或者再困着面相看 那其实准确度就很高了 是啊 因为呢 掌是一门学问 商有一门学问 八字命理又一门学问 他们看的东西是殊途同归 那如果几样东西互相参考 那准确度 可靠度会更高 嗯 哦 如果有些人 他的健康线是很浅的 浅好像没有了 又或者浅到好像 不知飘来飘去 走来走去 那又怎么看呢 当然不要 凡是所有掌民 都要深 寧愿没有 有的掌民 越深是越好 现在你有健康线 但是那陆线是喘 意味着你的健康是很脆弱 有些脆弱的伤风感冒都会死 你要更加小心 嗯 哦 OK 所以大家就着健康线 我觉得 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参考 始终都牵涉到一些你的情况 好了 如果 刚才师傅你提及到 后天可能无端端生了 粒粒 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工业意外 又或者不小心自己弄傷 影响到健康线 是不是某程度上又是一个异象呢 就算工业意外整发了 整伤了 这个是预兆 都对你有影响 嗯 如果工业意外整伤了 有时可以复原 有时起了一条巴紋 是不可以复原 是 如果可以复原的 那伤害性不大 如果不可以复原 是始终留了一条巴紋 你要留意一下那个巴紋 那个时间性 你量度一下 那你就知道 什么时候你健康出了问题 这样 就算起了粒粒 也是的 突然间起粒粒 即是告示你 即是预告你 你即将有事 嗯 那要处理它的 医治它 有粒就脱了它 对你是有好处的 哦 OK 所以大家又说那句 健康线 那 就是 林林总总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早点 认清自己 可能 例如身体会有什么问题 或者总而知 看到有一个异象 是好像 咦 不是好处当 都尽早去解决它 那 可能买重保险 都是一件好事 对不对 好了 就着健康线的话题 我们可以 遲些再研究 啊 不过我突然间 都想到有一条问题 如果 师傅 我可不可以这样 作出一个逻辑的想法呢 如果我的健康线 本身都一样 咦 这么巧 可能假设 当 我的事业线 那又 都是一样 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 原来我的健康 和我的事业 可能 都有一些挂钩 是因为健康不好 而影响到事业呢 健康线 它会和其他线重叠 嗯 健康线呢 它会起自于生命线 或者起自于事业线 哦 如果健康线 来自事业线那里起点 它的健康是和事业挂钩 那它身体健康 事业就可以发展持续 到某一日 某个时间 它健康大不如前 那它的事业就发上句号 这些是可以挂钩的 嗯 健康线有起自于生命线 由生命线那里一路上 这样 即是说 它生命长 越短 跟它健康有关 如果生命线 是微弱 健康线又微弱 意味着它人生旅途 多灾多难病痛多 甚至不得善忠的 哦 是 所以健康线存在在手里面 要视乎它和哪里重叠 健康线可以一路上的 但是会冲过感情线 再上可以冲过婚姻线 或者头脑线 它越过反而没有问题 如果健康线到那里重叠 停在那里 就挂钩了 健康线到感情线那里挂钩 就是感情好 健康好 感情不好 它健康一路走下坡 就是这样 有些人健康线 就重叠了头脑线 这样的精神病 都是疾病 重叠了就会产生精神病变 冲破了 越过了反而没有问题 健康线一路上 可以上到无名指 所以越过很多线都可以 健康线可以很短 其实不是论它长还是短 是论它是否可以帮补生命线 哦 这样 哦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健康线 到底是什么情况 又再这样说 未雨绸谋 好吗 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请教梁仙藤师傅 拜拜 拜拜 看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立即订阅我们焦点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一个知识中丽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未来的影片和视频 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给大家 新一年我们迎接五周年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 看影片的观众 你其实对玄学是否很有研究呢 如果你想把握九运的新时代浪潮 透过你的学识 为社会献出一分力和赚取收入的话 不要再浪费你的天分 焦点FMTV主办的第一届预测王大赛 堪称是全香港最全面最公平的玄学术数比赛 第一 题目将会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预测大事 第二种是技术题 而技术题参赛者是可以自由选择想作答的题目 确保真正公平发挥你的所长 第二 比赛期限历时八个月 这八个月中参赛者 预测将会完全公开给 评判团和所有观众可以看到 绝对不会有任何黑商作业 第三 我们的评判团将会超过十位 而十位都是资深的玄学家 同时也会邀请非玄学家的评论员 或者分析师成为客席评判团 全面提升理论和数据互动分析的趣味性和可靠性 第一架预测王大赛 极可能是你踏出成为研学家的第一步 无论赛果是怎样 我都恭喜你 因为你赢了 你赢了全香港观众的注意 赢了他们的信心 亦给了一个机会他们去光顺你 记住3月8日公开接受报名 影片留言区有比赛详情和报名连结 预测王我们到时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